整體來講我的體驗真的是蠻開心的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是很喜歡一個歷史故事 然後會喜歡玩實境遊戲的人 所以當它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樂趣 因為在闖關的過程中 我們一定會去讀哪一些故事嘛 那所以就可以深刻的了解到 這個遊戲想要傳達的會是什麼 Air的體驗它其實我覺得 它是增加遊戲的豐富性 就是它會更讓你對這個遊戲有融入的感覺 那先前其實有玩過這邊的窮頂 那我覺得這次的遊戲上 它比較接近親子同樂 它難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而且相對來講 跟手機螢幕的互動操作會比較多 一般我們在AR在博物館的使用方式 只是對產品的一個解說 那這一次的話是AR 它結合一個遊戲的方式 重點是它整個遊戲的過程很流暢 對所以玩起來其實很順 然後大家一起解謎的過程 然後有分工的部分 我覺得也很有趣 我覺得AR跟展品 然後整個把這遊戲整個融合在一起的感覺很酷 AR跟戰場的互動的方式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很驚訝說它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做互動 這是蠻意外的地方 這款遊戲又加進了AR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其實互動性整個會來的更高更增加的這款遊戲的趣味性 AR的使用是第一次玩沒有錯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體驗是非常的新鮮有趣的 而且沒有想到其實手機一拍下去 它的圖片直接跑出來 是真的是蠻驚喜的 很像在看卡通影片 而且它中間有一段過程其實是 一支以上的手機要進行連動 所以我這邊就不爆雷了 集園那一邊非常的好玩 沒錯 集園